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碧端 为使各界了解文件会相关政策 于6月18日举行记者会 畅谈施政理念与未来方向 黄主任委员表示 未来文件会的业务推动将历经在 扎根、平衡、创新、开拓的方向上 那这个我相信在过去做过的努力也不少 但是我们在已经有的这个努力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还能够做得很好一点 一个大的方向是文件会 要慢慢整合观光的业务 然后变成文化观光服务 那其实在好的一个可以观光的地方 也不要忘了要读好书 在我们的青少年还没有长得太大的时候 我们帮他建立起一个很好的阅读习惯 假设没有小孩的时候的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大概我们渐渐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共同的语言 经由一个比较长期完整的一个 一个补助以及规划 来帮这些团体帮他们争取到 甚至于包括海链的场地等等 这也是我们正在规划的 黄主委也向媒体朋友对于文件会的支持表达谢意 期待未来相关的文化政策与作为 能透过媒体让民众广为知晓 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